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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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迟 愿解如来真实义 天台释教于一记教灌刚中和说 各位必求 各位必求你 各位沙咪 各位沙咪你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 请放上 那么我们上一堂课呢 开始跟大家谈到说 那从藏教人的角度来看 那么有所谓的修因地上面 就因上面修菩萨行 那么果位是成佛 那你看看他就不叫做 没有那个因位上面修菩萨 然后果位是阿罗汉 不是 所以这就不能错乱 很多的教法当中这件事情他不接触 也不谈 也不去管 结果就变成怎样 好像阿罕人都是小圣人 其实不尽然 他是学阿罕教法 但心是发大圣 这就是菩萨 是有阿 我说我们常常讲 天台中把这事情说得很清楚 他说叫做藏教菩萨 藏教菩萨那也有 那当分是僧文人 就罗汉 那就不叫藏教 罗汉一定是藏教 所以不用讲藏教罗汉 难不成还有原教罗汉 当然没有 所以这个时候当然就讲 罗汉就不会讲藏教 藏教罗汉 但是菩萨就有阿 因为菩萨他在发心上有大 是发大圣 看起来会跟原教一样发大心 不过呢 教理只懂神文教法 有没有可能 当然有可能 发心一回事 对吧 教理理解又是一回事 懂我意思吗 我愿意帮助人 这个不跟 这个也可以因为跟教理有关 但也可以跟教理无关 有人天生累积以来就想要发心 利益众生 曾经有人这么说 他说没有 他说没有啦 那个只有发心不同 跟教理无关 我说这个对一半而已 有人是这样 比如我了解神文法 我也只了解神文法 可是我就发心利益众生 那问题来了 神文法极大部分 当分是要你求解脱 那你要做菩萨 你要做到什么程度 你要做到 为众生 一切众生 接成佛 或者接成罗汉 然后你才要去做罗汉吗 当然第一个不是 第二个 有可能 有可能你会这样认为 这就有问题了 因为奇怪啦 你为什么让众生都做罗汉咧 为什么你不让众生做佛咧 没有佛 他理解成这样 佛就是罗汉 我们说过 身文人有人是这样认知的 但第二种人 稍微根基地一点 对 我要让众生也成佛 不过是他理解的佛 我说藏教所见到的佛 所以呢 我要多让他成佛 我才去成佛 这第二种 那就 这就对了 这是藏教当分的菩萨 他是这样概念 但还有一种很特别 我要利益众生 不过呢 我该成佛的时候 我还是会去 那众生还没度尽呢 不好意思 我能力没那么够 我还是先去成佛吧 这就我在想喔 是这样 我们作为一个利益众生的人 在良心上 现在就来了一台公车 那上面战乱平人 炸弹的轰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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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台公车呢 很强悍 最后一台公车 唯一能够把你再离开战区的 你到底是要上去 站一个位置 还是算了 让人家先上去 反正我死了 下一次还来修行 你们还是先上去吧 哪一种 这个跟念佛说 我到极乐世界去不一样 我到极乐世界 我不会占人家的名额 对吧 极乐世界 你要去奥弥陀佛有沒有說 这个3月1号的名额200人 我只收200人 201个我不收 不会啊 奥弥陀佛多多益善 对不对 我不占人家的名额 所以要去我就去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算没有占名额 奥弥陀佛要接引我去了 我旁边有人 累连连的说 师傅你真的要去了吗 那我们怎么办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怎样 你说怎样 当然要去是不是 可是他哭着跟你说 你可不可以慢一点去 怎样 怎样 真的喔 你会不会觉得太狠了一点 然后还是要去 那私下在问你 到底什么想法 你觉得自己太狠 然后还是要去 这真的是很多问题 那如果按照古德 好像是说就去就对了 我说印光大师 对那位大学的 毕业的出家人 他也没有问到这样生 他只是说 你是大学生 今天佛教很需要你这样的人 出来 就是注释佛法 他也没有说你要为众生 不求往生 他也没有这样讲 所以我们不知道 好我们不知道 是这样 很难 对 一般来讲 作为第三者大德的人 他不太会劝你说 你还是留下来 他基本上还是劝你 应该跟奥弥陀佛去 因为什么 因为 除非我有神通 我知道你这个人 再怎么轮回也坏不了哪里去 你一定会哪一次往生极乐 现在你多留 对你没伤害 除非他知道到这个程度 不然一般我们凡夫的话 哇 我叫你留下来 万一你堕落怎么办 这次奥弥陀佛来了 这次奥弥陀佛来了 是你的大因缘 你应该就去了 才对 一般是这样 我说过那个已经往生 后来 后来居然去信天主教的那个 冯冯 冯冯他就是这样 他自己写的 我跟他通过信 他自己写的 他自己说 他说 当然他跟我通信不是讲这个事 然后我忘记讲什么 但他跟我 他后来他自己说 他说 他是念观音菩萨 念到观音菩萨来 然后观音菩萨来的时候 他心中他就跟观音菩萨讲说 我母亲还年纪大 所以我不去 所以我不去 我告诉你 你不去有一百个理由 对不对 比如说你的会钱还没缴完 你也可以你不去 也可以说 我宗教基本法还没推过 我不去 我跟人家有约 我不去 万佛寺还没盖好 我不去 或者是我那只狗还没有喂他 我不去 你也可以这样讲 你有一百个理由可以这样 但可以吗 你不是在念佛吗 佛都来了 你这样不是糊弄他吗 他老人家 他老人家那么忙 他schedule排到你这里 他来接迎你 你居然能够跟他说我不去 好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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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第二个事情是有人 有人跟我讨论过 他说万一那是假的呢 当然了 假的当然不去 我是说真的是奥弥陀佛来 那有假奥弥陀佛吗 有 就是你看到他的时候 眼睛会刺 然后你会兴奋 然后你会误认 你会觉得心花怒放 然后心不安稳 对不对 心不沉稳 会很兴奋这样子 那这就显然是心魔所变 一般真正 奥弥陀佛来的是很冷静 也不是冷静 就是很平和 peaceful 很平和 那就真的 是就是 你自己会清楚 他有大功德因缘 持光色照 你全身柔软 你不会有怀疑 所以问这种话的都是在事情之外的人问的 其实它不太会发生 但真会发生说是骗人的时候呢 你自己有时候会很难惊醒 因为你已经想这样 我坦白跟你讲 我遇过有人呢 他就是 他学佛喔 但他还希望做基童 你知道他什么想法 他想法就是这样子我可以让人家恭敬 我可以帮助别人 他天性就喜欢做这个事 然后他不从修行下手 他还觉得可能佛法那个太慢 他甚至于把佛法的修行功德 想成什么 想成我没有 我不能帮助别人 所以我要借由那个神来帮忙 第一个又快 第二个受尊重 第三个 我这样就不用浪费我的功德 他甚至想成这样 所以我就靠那个神 就变成外道了 你的三归一的最基础的 归一佛不归一天魔外道 归一法不归一外道典籍 归一生不归一外道途中 这三个归一你就毁了啊 任何一个你都毁了 他就见解不对 是这样 结果呢 他被那个神明 我们不要讲鬼神啦 讲神明弄到混乱 弄到混乱 混乱到连自己家人都没办法控制 没办法控制 甚至于把佛像啊 祖宗牌位啊 全部给烧了丢了这样 因为什么 那个是外道的神明嘛 他就要你远离这些正法嘛 他才能全部控制你 他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到这个程度 所以说 你说会假嘛 会假是你心中先颠倒 你才会有所谓 所以不用太担心这种事 你就真心诚意的念佛 听闻人家佛法都所讲的 求阿弥陀佛真心诚意 这样就对了 很难有你没有那个心 不是很难根本不会 没有说你没有那个 那个叫什么心啊 那个叫做好几种 那个叫做好大喜功 或者是想要走捷径 或者是慢心冲刺 或者是崇拜神通 或者是想要借助鬼神 你有这几种偷心 你就会 你没有这种偷心 没有那个因啊 没有鬼神会进来 没有鬼神会来的 甚至于还有人这样 这尊佛像 这尊佛像里头没有佛 只有鬼神而已 居然还会这样 为什么 因为你的心相感的就是鬼神法 你看到就会 你就会认为这样 这有一个禅宗公案 就讲得很明白 那个在唐朝还是宋朝 那有个小孩子 就像我们现在有些小孩子 有些 有些可能过去是外道 也可能是过去是 有些修行 然后他就 小时候就能看所谓的有佛 有魔 不是魔 就是有鬼神 有神明有佛这样子 大概就是这种 这种什么呢 这种 这种 我们讲现代人讲法 简单讲就是敏感体质 这样 那有一次他在禅堂里 他到大殿里 他小孩子嘛 童言无忌就跟 就跟妈妈讲 妈妈这里没有佛 那那位禅师一听 没有佛 你是对不对 他就作意跟他讲说 你再看一次 有佛 其实他就是在跟他小孩子讲 你 你 你心要正念 你心不正念 你 你会误认 会被你眼睛所见的蒙蔽 那为什么蒙蔽 可能这小孩子有业障啊 会不让他亲近佛法啊 他就会 献鬼神像 先给他看啊 那 那这位禅师正念现前呢 跟他讲怎么可能 这是你的颠倒见呢 你再看一次 他就再看一次 有佛 其实有佛没佛 佛是不来不去的啊 哪有我正念的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会 你所谓的没有佛 那是你的颠倒妄想 是这样 这个禅宗公案里头有的 有的啊 虽然这个不是 不是说什么什么什么 人家编出来的故事 不是 这是公案里头的 的一个公案 所以 没有这种事 那因此呢 他说 他说 三藏教菩萨 他做什么事 福润 福祸润身 福祸 福是什么意思啊 你说啊 福着 我曾经做这个手势 对不对 福 其实 不太是这个 是这个 或这个 或 握着一个什么 好像一个 一个拐杖一样 拐杖是往前走的 就握着一个 或者是 捧着一个 或者一个 抓了一个什么 那个就是祸 然后来润身 润身 润 润就是滋润的意思 就是利益众生的意思 那他那个利益众生 为什么用润呢 我们可以这样讲 他修行到一个程度了 他那个功德可以分润 懂意思吗 法水分润 他就是 他不是 由上到下的度 他是跟你走在旁边 功德呢 就自然流露 让你感受 就叫润 很有意思 中文这个字用得很 很棒 要去 我上一堂课讲 要有一点想象 他不是 俘获度身 不是 度很多因缘上 很多讲法上 或者很多意义上 他还在因位上 因 修因上 我要度众生 利益众生 很做意的 他不是 他是润 润是什么概念呢 你可以想象 如果我不懂这个人 我在高铁当中 或者我在捷运里 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 但这个人是 这位俘获润身的菩萨 再来 你就跟菩萨 同车共子 光这样子 你就跟他种下 很大的 因缘 哪怕 你远远都看不到他 你也不知道他 但是 同一节车厢 或同一班车子 你跟他结像 大因缘 他就是在论你而已 你跟他 你甚至都不认识他 但他必须这么做 他也会这么做 因为他的功德是 自然广大的 所以他到百货公司去逛一圈 所有看到他的 跟他买过的 或者跟他擦身而过的 或者扫地扫过的 都因此跟他结上因缘 你想想看 地球上七十几亿人口 谁能够刚好跟他擦身而过 这就是润 这润的意思很深奥 那为什么他能论 他来你这边 他才论你啊 对吧 不是你跑去他那里 你被他润啊 那他什么才论你这边 要有货 何以故 因为我们生活在货感当中的社会里 我们才会去逛101 我们才会去逛百货公司 我们才会去造种种的业 然后怎么办 就是我们在货业的环境当中 他怎么办 他本来应该出离在见尸货之外 他就跟你永远隔绝 但是没关系 现在我扶着 这台有货的车子 疑货的货 迷惑的货 见尸货的货 我扶着他一起进来 进到你的世界来 让你感受跟你结缘 你看这是多浪漫 多么不得了的用心 佛菩萨是这样在看待众生的 也这样在对待众生的 你甚至于都不知道被他度了 茫茫人海当中就是有这样的人 这样的菩萨他论你 要这样理解才对 所以叫俘获论神 不是俘获度神 度神已经被度了嘛 对不对 你度我来万如是出家 你度我来这里什么样 一定是你会讲的度 他甚至于讲到 这是一个波澜经过你而已 力量大到这个程度 大到这个程度 好 那么我就下面刮胡讲 为什么他会俘获论神 他做了什么事 为什么能够俘获 他在讲这件事 来 他说为此教菩萨 此教是藏教的菩萨 他是干嘛呢 就藏教菩萨来说 他的目标本来是什么 不是菩萨 就是藏教人 他要断的就是什么呢 我们说滋末无名 就是见尸祸 对吧 所以他面对就是见尸祸的问题 所以他不谈什么实相不实相 他能耐能看的就是这个 然后他怎么样 他怎么样 虽已离见尸之祸 什么叫离见尸之祸 就不会再去造 不会再去造 叫离 还有另外一个 我们讲的更精确一点 更精确一点 离的意思就是说 他欲尽队员 不再生 这个见尸之祸 就是离 不再生 见尸之祸 请问 不再生 等不等同断尽 等不等同 理论上说不等同 我问你 不再生 一颗蛋 可以孵小鸡 但我可不可以让它不孵小鸡 这样懂了吧 它可以孵出也可以不孵出 这就是离 离孵出小鸡 不再生 不再生 但有机会孵出 所以它叫做 下面那句话 未化度众生故 福祸不断 看到没有 它不断尽 那怎么办 怎么办 这就很深奥了 而是同三界生死 是同 显示 我同 诸位众生一样 在三界内生死 投出投没 所以他也会投胎 释迦佛也结婚 有没有 生小孩 有人说 他生小孩 一定没有形影 用手这么一指 就生了 你要怕死我 用手这么一指 那这样的话他就是超人了啊 懂的意思吗 还是他太太都是什么呢 子宫 那个时候都叫做什么 世广儿受孕 有古德是这样讲 他说是用手指的 也就是说 认为菩萨不去形影 其实就 其实就这个福祸不断的概念来说 其实他做形影的事 也不等于是形影 这样了解意思吗 所以这并不妨碍他福祸论生 他叫 他是因为未欲化度众生嘛 所以他得要似同生死 三界内的生死 三界内的生死 三界内是 当然了色界无色界是没有男女欲 因为他是禅定中 他没有男女欲 但是没有男女欲不是叫断 我说过没有啊 他是凡夫啊 他没有断 所以他只要退回欲界 他就马上就男女欲就有了 一直要到三果人 他那个什么呢 欲界的九品烦恼才全断完 九品私 九品私货才断完 欲界的 欲界有男女嘛 色界以上没有 所以要到三果才没有男女欲 二果还有 二果的话是欲界六品私货断尽而已 换句话说还有上三品 还有那个私货在 只要有私货 有欲界的私货 贪嗔痴都在 他对于贪男女贪得很细 因为只剩下后三品 但一样有贪 所以一样有贪 他如果视线在家 他就有在家的隐喻 生活 他就有 一比一般那种很重的 他断很重 他轻嘛 很薄 就这个意思 所以 你看 离见诗之祸 但下一句 未欲化度众生是 俘获不断 所以他有种子 懂吗 他有个种子 就凭这个种子为因 他能够视线在三界内生死 有点这种意思 船在海浪当中飘荡 那浪来他就飘过去 这边浪来就飘过来 你钉不住的 那钉不住 你怎么在船旁边有人落海 你要去救他 你怎么救 都浪一来 把你们两个吹开了吧 那怎么办 怎么办 要有个卯 卯定下来之后 这船呢 虽然会晃 但晃不远 卯嘛 卯定的懂吗 就那种勾 有没有 他勾在海床底下 他勾住了 开开开 勾勾勾勾勾勾勾 勾住了之后呢 卡住了 然后船呢就 还是会浪 还是会这样 可是呢那条绳 那条钢绳 把他扣住 他就这样晃啊晃啊晃啊晃 还好 基本可以 不过这是这样的 老船长就知道 真正超过几级的大浪 他不敢下矛 会拉断 一般来讲 进港 他才比较敢用 或者风平浪静 才比较敢用 超级的大浪 他也不敢下矛 会拉断 那个大自然的浪 的力量太大了 不过这个是讲的是比喻 比喻就没有这种问题 就是说他那个就是 卯 就是我必须要有三界内 维系的祸因 我才能来你这儿啊 不然就穿得都跟你没关系 那没关系了嘛 不受后友 就挣那个果位 就不受后友了啊 所以罗汉才会不受后友 他就决心要离开你 那就断尽 那他是菩萨啊 但是他不会造那种生死业 那怎么办 那就是留那个祸在那 然后随自己的愿 而来生死 他是随愿来的 菩萨随愿来 咱们随夜来 那我就问呢 有没有那种菩萨是随夜来的 有啦 你们大概都是 我们虽然要来行大圣法 所以你万佛寺才待得下 不然 不然我干嘛待万佛寺 我应该去深山里头 或者住茅棚 那我都没事嘛 对不对 那边煮盆帮人吃 一人饱全部 全室都饱 对不对 也不用扫山门啊 关山门啊 弄东弄西的都不用了 都不用 对吧 所以你们应该 跟我个人应该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我们是凡夫 但我们愿意学菩萨行 但我们还是随夜而来 那虽然随夜而来呢 在夜感当中我们努力的学 我们努力的修 修正自己 然后一直发心 说对 这是大圣法 我们要望着原教而发心 那理解这个道理 现在在电视前 现在在电视网路上面听的 听得下去 能够听到现在 没转台 没跑掉的 大概多少是这样 就是因为上面 我们讲这叫做什么呢 经上 还有龙树菩萨讲了一句话 很有意思 他说真的是败坏菩萨 会败坏 因为随时可能会起颠倒 会败坏掉 但是他是发菩萨心 是这样 我们大部分是被败坏菩萨度来学佛的 是这样 大伙人都在生死当中 滚来滚去的这样子 但是他还是愿意对你招手 对不对 来天津不错 来皈依还可以 一转身他已经生烦恼了 但是他还是乐意跟你招手 跟你讲说怎样怎样怎样 他可能也败坏掉了 他可能也怎么样 是这样的情况 那么有这个说法 那好 那么说一下 他说离 离就是我不会 我对境不会再去默然生起 但是不是等于断根 没有 我留那个种子 所以那个种子 怎么种子法 未遇化度众生过 俘获不断 所以他要不断 然后嗜同生死 如果我们不谈超越性的做法 他要不要来投胎 释迦佛要来投胎 那释迦佛投胎 他是很特别 他有讲到 他说他在道立天等待姻缘 然后呢 姻缘到了吉六亚白相入母胎 六亚白相入母胎 我们就问了 那这样的话他 一般人入母胎是男生 就是爱母为男 那他看起来就没有 他是选择好 有没有 他就进来 他没有那个爱染性 没有那个爱染性 那这样的话 他就能成男吗 他应该是这样 有那个味道 他没有断根 就是有那个味 留那个味道 他没有那个种子 所以他不是随夜来轮回 他有那个怨 可是那个怨终究要有一张票 那张票是让你来说佛世界的这种票 你要一定 无因不来啊 所以他一定要有个显微细的因 那个因 那个因就是什么 那个淫欲 留下淫欲 显现出淫欲的味道 那这个时候我进来入胎 他不像我们这样整个茫然 贪爱在男女色相中 他不会 可是呢他会有一个很细的 那个淫欲作为方便 导演你方便 那个是什么 味道而已 不是他会去做 不会再去做 不过反过来说 经上也会讲到 释迦佛生小孩 释迦佛生小孩 到底是怎样 他会不会是形影的 基本上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就是不谈他 那无非就暗示说他就是一般人生小孩 另外就是说 他说他是用手指的 菩萨遗手指腹 然后让他就受孕 让他就受孕 你要知道 如果就生理学上来说 他一定是南经母血 他不会自己母亲里头 就有一个完整的 我们说基因组合 对吧 所以南经母血的组合 才完成人类的基因套装 然后他才能开始做分裂 菩萨来人间 就是要顺人间的像 他顶多就是长得高 富帅 顶多就是这样而已 他不可能说变成钢铁生 因为他如果变成这样 他跟我完全不同啊 那我们怎么能够 我们怎么敢跟他修行呢 因为他一切的知识 都跟我不一样 甚至于他是超越非人 他是非人状态 来到人间的 那我是人 他是非人 那我跟他修品质不同 我怎么可能修得成 所以他一定视线跟人一样的方式 所以他会视线有太太 有小孩 名利充足 地位完整 夫妻基本恩爱 他没有被太太什么背叛 因此他生气 然后儿女基本快巧 国家爱戴 父母亲爱 愿意把 甚至于打算把国家交给他 可以说集人间所有荣华富贵 一切正常的人类的所有生活样态 他是人本的 你才有办法让同样为人类的人 敢于跟他修行 认为我跟他一样 那我就有机会来成就 不然他就不用了 他直接以天神的名义 做上帝的名义来教你 东教你西 这不就好了吗 他干嘛要来视线呢 所以视同三界生死 看到没有 三界内有生死 当然就三界内有男女 怎么会生死呢 对不对 这个就是用味道 他要留下这个 这叫福祸就是这个意思 福祸就是这个 你要知道 人类人跟人之间也是这样子的 你看到东 像我认识一位美国的法师 那他就跟我讲 他说 法上法师我跟你说 我们很多师兄弟都还俗 主要就是隐喻 没办法 我说 为什么 他说我们西方文化 从小十五六十三四十岁把麻 就教我们交男朋友交女朋友了 因为那个是表现一种人的自然欲 那个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快乐 我们是被教导成这样 所以叫我们离欲 我们就觉得很难理解 那我们的饮食也习惯这样 就发展淫欲 那对我们来讲那是好事 那不是坏事 那东方因为有什么 儒家染女瘦瘦不侵 道家有修炼仙术 到了佛家直接就淋欲 说那是生死 那对西方人是全新的一种说法 他们就不熟悉 这印证在这个 我们有老法师在美国建立道场 他的外国徒弟几乎都还俗很多 也印证一样的意思 他也是在台湾 也亲近过长老 然后在美国也是有这种环境 他也是这样跟我讲 那听听也是啦 他就融化了 就是这样 那这种意思就是说 所谓的人言经办法讲 什么呢 这个淫欲是生死的根本 那他就是要视线从生死在里头来 所以说他显现成这样 可是呢 显现成这样 我刚刚讲说西方人他在这方面会比较重 但是东方人相对就轻多了 像日本你不要 我常说 我说日本你不要说他色情行业 色情的那个电影拍那么多 你以为日本人色色的 不是 日本人最头痛的 日本政府最头痛的就是 他们的年轻男生 他们的中年男人都不会想行瘾 草食男 为什么压力太大 草食男 宁可去Seven做一整天 也不想回来跟太太办事 是这样 所以日本人很紧张 他人口减少怎么办 因为没交配不会生小孩 是这样 你看看 他就跟西方的文化就不同 东方人也是 所以说你要知道 不要说有淫欲大家都一样 不是 基于文化 基于生活样态 基于生活压力等等 其实那个淫欲高低是个个不同的 他不一定是生病 他是心理压力 他也有的跟文化有关 这样你就知道了 不妨碍释迦佛 他当时还是太子的时候 他视线有淫欲 似同人类一样 这样人家才敢跟他修行 了解意思吗 人家才敢跟他修行 是不是一定要讲成说 他就是手指一下 他太太就会生小孩 他太太觉得很奇怪 我是跟谁生的 我没有 不是大家都没事了吗 怎么会有小孩 他太太一定觉得很奇怪 你说没有了 耶稣陀罗跟他约好了 约好连这个也约吗 我就觉得 隔音痴迷连这个也约吗 我就觉得很奇怪 对不对 那正当状态底下 一定是男女和和而生小孩 何况他还不是只有耶稣陀罗生小孩 善心比丘 是他跟另外一位太太生的 他不是耶稣陀罗生的 所以他的太太也基本生理健康 然后生小孩 所以说这就叫做 四同三界生死 就是生死相 他就是要有那个样子 不然还叫什么生死呢 他就军临天下 完全非人类状态了 了解意思吗 三界之内 特别是欲界 人类在欲界中最低阶的 他就是以淫欲而证生命 他一定要事先这样 他一定要事先这样 好 那么这样理解了之后 这不妨碍他成为佛 这是瓜胡讲的 在解释福祸润身这件事 那么跳过瓜胡 他应该这样讲 三藏菩萨力竭俱修六度犯恨 文字要这样读 懂吗 跳过瓜胡讲的话 他的原句是这个意思 三藏菩萨力竭俱修六度犯恨 力竭俱修六度犯恨 好了 这里就出现犯恨了 是什么 是指他出家修行了 那就当然是犯恨 是不是 最终都是以出家修行来表现 那俱修六度 所以这叫做菩萨 菩萨是六度为法门 不思戒忍尽禅慧 就六度 当然这是总说 其实再广说的话 诗戒忍尽禅慧 然后方便 会方愿立志 会之后方愿立志 方便愿立 方 会方愿 方方便愿立 会方愿力 力量 种种的能力 智就是智慧那个智单写 跟那个会是智慧的会 他把会跟智分开 会是了别 有能力了别清楚明白 他比较被动 智的话是能做什么叫智 这有点不一样 比如我知道你这台车坏在哪里 这是会 但我知道怎么修你这台车 这是智 巧智 懂吗 他把它割开来 这两样 一个是会 一个是智 简单说是这样 好 我问你这个 符获了 两个符获了 因同意不同 那会不会 没有 是 是同的 这个符获跟这个符获 是吧 你在问一下 一样一样 是一样的 他只是说 他应该这样讲 他在主要在解释 润身 不是解释 符获润身 在瓜乎里头 在解释润身 润身 是因为透过符获完成的 可是四个字你并不懂 对吧 那我要解释一下 为什么符获在做润身的事 他在讲 因为符那个祸之后 他能够似同生死当中 在生死当中 我刚刚说嘛 最 最特别是哪怕他跟你同车 或者共船 这样他都在润到你 这样讲的意思 这样了解吗 所以瓜乎里头在解释那个润身 是怎么个润身法 透过符获的方法 所以瓜乎里头一定会出现在符获 符获是基本上你认为你懂了 那至于符获怎么润身 他在这里解释 是似同生死 基于你保留那个维系的祸 在那里 那么好 那把瓜乎再拿开 我们就直接读成 符获润身 历劫修修 六度犯恨 有没有看到 当六度的时候 已经进入六度了 那他当然就要犯恨了 结果是犯恨了 可是他来了啊 他已经来人间了 他在人间开始四线了 那你就可以跟了 因为他已经四线成佛的过程了 所以他的成佛过程是行六度的 跟阿罗汉不同 阿罗汉 观四圣地 那 菩萨呢 当然也观四圣地 但他把四圣地放进六度里头来 好 把四圣地放进六度里头来 比如说布施 布施可以才施法施无畏施 对吧 那无论是才施 才施 但是 教比说用物质的 到了法施无畏施的时候 他就可能把六度 四圣地摆进来理解 比如说 他就教出那么多阿罗汉 阿罗汉并没有成佛 可是我让阿罗汉 因此在我的教法之下 正罗汉 虽然他因缘没有机会成佛 那我教阿罗汉不就是教四圣地 观四圣地吗 三十二行 行冠吗 不就这样吗 所以 这个时候就进来了 他含有 但不限于阿罗汉所修的 所以菩萨所修的更多 内容是更多的 这样知道吧 就叫六度 那进入到六度 就是要事件出家的意思 那就叫成佛 那就是成佛 事件出家修行成佛 所以说 好 还有一句话 历劫 来了 历劫 我问你 法华会上怎么说的 说他久远成佛 但这里讲历劫修 好像还在阴地上的样子 有没有注意到 为什么 因为这是藏教人所看到的 藏教人不会知道 释迦佛九远节已经成佛 那是法华会上 他才会说出来的 在他来看 我就跟你一样 七岁出家三十成道 有没有 我们梵黄经菩萨戒本 七岁出家是出家七年 头尾七年 我们说他在跟着外道修学六年 三十成道就三十岁成道 是这样 有时候中文 那个七岁 那个岁 应该说七年出家 那个岁是七年 杨师傅曾经问我说 合掌 在哪里怎么说七岁 释迦佛不是二六岁出家吗 怎么会七岁呢 他就问过我这样 其实那个七岁是七年的意思 好 历劫 法华会上怎么说的 他说 那个弥勒菩萨怀疑 他说你怎么 你老人家怎么可能久远成佛 你不是在出前野成 然后四线成佛吗 刚成佛吗 这些从地涌出的菩萨 怎么会是你的徒弟呢 法华会上不也这样怀疑吗 这就是藏教人所看的 法华会上 对不对 他就在讲说 奇怪 这是久远菩萨 你老人家不是才在说佛 世界成佛的吗 有没有 就是法华会上就这么讲的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会把他讲成 他累劫修行 他到了这一次才成佛 虽然他成的佛还不是罗汉没有错 但他终究在这一次才成佛 可是法华会上才开始显说 你看看整个佛法是这么个完整又复杂 头头尾尾这样你才说得通 不然两部经就凶打架了 就相反 好 那么这样 历劫俱修六度犯 这就是藏教人所看的是这样 其实你在早期你学生文教法不也这样吗 你比如说不是早期 如果你初学佛 你就初学生文教法不也这样吗 你看圣文教法里头有本身故事 他就在讲菩萨 释迦佛早年怎么行菩萨道 那你来看的时候 也做过鱼王 也做过鹿王 也做过牛王 做过好多 也曾经下过地狱 也曾经不小心把母亲推倒在地 让母亲撞到桌脚死掉 都做过这个事 好像很近的事 反正就是 你以前都做过这样子 然后慢慢你现在成佛了 法华会上说才不是这样 久远早就成佛了 他通通 你所说的这些 通通是他累结在无量结以来 所释现的样子 所释现的样子 这第一种 第二种是在他开始第一次成佛之前 更早之前所释现的样子 因地上修的样子 有两种 都有 两种都有啊 法 范王金说 来此世界八千法 注意喔 我请问你 来此世界八千法的意思是 来这个世界四见八千次成佛 那我请问你 八千次以前呢 他成佛没什么 他成佛吗 所以他是菩萨 来 因为 你认为是佛 八千次来此世界 那八千次以前呢 到底是佛还是菩萨 到底是佛还是菩萨 佛 菩萨 我们只知道 就这段话这么短 我们只知道一件事 他来人 他来咱们熟悉的 娑婆世界八千次 但他会不会只来我们这儿 释迦佛叫做什么 什么佛 千百亿 哇神 对了啊 那你就懂了嘛 综合思考 你就懂了嘛 那他凭什么 只来说佛世界 他是来说佛世界八千次 当然也有解释法说八千次也是一个约束 就好像说十万亿佛度外 有佛号阿弥陀 有世界约极乐 那也是一个约束 就给你众生有一个感 有一个方向 说西方 有一个距离 说十万亿佛度 其实那是无量无边佛度 也可以就在刹那间 对啊 往生极乐刹那间的事而已啊 哪有十万亿 是不是这样子啊 但是他总要给你一个空间感 是这样而已 是这样解释 所以他来八千次也是一样意思 你也可以说是给你一个时间感 就反正就来八千 你也不要执着那是八千 对 但是你一定知道 他是说来此世界 那他没有说只来这个世界 所以释迦佛是久远成佛 比你想象中的还要久 有极大的可能 好 所以你看 历劫俱修六度犯 六度犯恨 藏教人看的是 他第一次 唯一一次在这边成佛 法华会上也不也这样吗 对不对 所以从地涌出品当中 他完全不能相信说释迦佛 那个弥勒不知道怎么说 他说我对世尊是有信心的 但未来的人怕对世尊没信心 怀疑佛 他就会堕落 所以还是请世尊您告诉我 到底为什么 你不是才来出前夜城 刚成佛吗 怎么会这么多菩萨是你教过的 百岁子称什么呢 百岁子称二十五岁少年为是我父 有没有 父少而子老 众生所不信 儿子年轻啊 子老而父少 父少子老 父亲老 父亲少 然后儿子老 父亲二十五岁 然后儿子一百岁 靠就独立啦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啊 对不对 法华会上不是这样讲吗 就在讲这个事 就在讲这个事 所以说 藏教人就是认为 他是久远节来第一次成佛的 要把经典通看你才看得懂 你光看 你光看一个僧文教法 你也看不懂 你要在讲什么 他是这样讲的 本身故事在阴位上修 你还搞不清楚 是这样子 他都在讲阴位的 所以本身故事都在讲阴位 所以阴位修 现在才来成佛 所以他不相信 法华会上他会疑惑 这些人怎么会是你教的呢 这些人久远修行 一定是久远就已经有佛在教他们 怎么会 怎么会说 您老人家说 你已经就是他们的老师 是你教的 他们亲近谁 亲近释迦佛 怎么可能 你才刚出前爷城外 修行六年成佛的 他在怀疑这个事 他在怀疑这个事 那好 那所以呢 你看 历劫俱修万恨 犯恨 就这个意思 那么这样他认知的是这样 饶益友情 最后至菩提下 看到没有 现在才四见成佛 最后至菩提下 一念相应 会发争无肉之 以八人八字 久无碍 还有久泄脱 顿断见思习气 注意 不是见思祸 你看 这里讲见思之祸 这里讲见思习气 注意看 一个是祸 一个是习气 有没有 有没有 一个讲离 一个讲断 对不对 这里才是顿断 才是断 这里才是断 然后这里讲的是习气 是习气 这里讲的是祸 看到没有 所以说他是保留那个习气 一定是有的 那你说有没有保留那个祸呢 其实一定有那个祸 在那里 可是呢 他是保留做什么样 在罗汉的角度来说 他成佛之所以跟我不一样 就是我没有断习气 而你老人家佛断了习气 所以你是佛 我呢 我是离生死 我是罗汉 不过我习气还在 那是什么习气还在 因为你修法跟我不同 你更立根 你久远修做菩萨 然后到了一念相应 这一次来 这一次在说佛世界 你可是一念相应 汇发真无肉 用真无肉字 来怎么样 来 顿断见识喜记 八忍八字九 不过这是通缩 等一下看图你就知道 他 不是在这里才动用八忍八字 在这烧起来早之前就已经动用了 但最后一定是用 其实真正用的是九无碍跟九泄陀 这是八心 刹那之间呢 顿断习气 但是前面的八忍八字 是什么呢 是有肉字 没办法处理习气 一路断到什么 一路断到了这个 非非想触天之前 他还是凡夫 然后突然间顿断 不是突然间的 就是时候到了顿断 是一路不但断过了罗汉的身份 还超越了罗汉 连习气都断尽 然后成佛 那就是藏教眼中的佛 所以藏教人 他怎么看待佛的修行呢 很有意思喔 他这样看 世尊 您呢 用有肉的字 一路修到了玉界 注意听 玉界的顶天 叫做非非想触天 那里 我请问你 玉界非非想触天 说错了 无色界 三界 三界内的顶天 非非想触天 请问是凡夫还是圣人 谁说是圣人 是凡夫还是圣人 凡夫嘛 是不是 三界的顶天 还在三界内啊 都最顶天 对吧 在那里 然后请问他是凡夫还是圣人 我再一遍一遍 凡夫对吧 是不是 然后呢 我们不是说吗 凡夫应该要修七方辩嘛 然后呢 下忍卫 中忍卫 上忍卫 然后再用一心二刹那 最后证出果嘛 然后再修二果嘛 三果嘛 然后最后证阿罗汉果 对不对 他不是 菩萨不是这样 菩萨是八忍八字 用这个 用这个什么呢 用这个 有肉的字 就是凡夫还是有肉 有肉的字 先修到的有肉的顶天 有肉三界内的顶天 然后呢 再继续用这八忍八字 最重要的是用久 久无碍久泄 久无碍也叫久无间 什么叫久无间你知道吗 烦恼不会生起 明明还有烦恼 他不让他生起 无间断的一路观察 观九个内容 这内容我们暂且就不讲了 这无间断的一致观察 久 其实就是久地 久地无间断的习性 无间断的一致忍他 叫做久无间 那再来久泄脱是什么 就是久地 哪久地啊 凡夫一地 就欲界一地 然后呢 色界有四地 对不对 出禅二禅三禅四禅 然后无色界呢 也有四空地 不是九地 一地 开始用了 这是无肉制 一样有忍有制 先忍理解 先制断静 那断什么 这一次断了就习气了 注意哦 他没有正出二三四国哦 他直接跳到什么呢 阿罗汉的背后 超过阿罗汉了 成为什么 断习性 断见识习气 阿罗汉断见识或 对不对 他不但或也一次被你断禁 连习气也断禁 然后登登 后发先制 他前刹那呢 还在凡夫 御界顶天 后一刹那 用八忍八字 十 九无坚跟九 谢托 就跳过去 直接成佛 这样懂吗 那 连习气都断静 中间这一段呢 所谓出二三四国 没修 没经历啦 没有经历 这就是什么 立根 他展现出来是立根 展现出来是立根 第一根 第二个当然展现出来是什么 是 累劫修菩萨型的福德因缘 所以他习气断禁 什么意思 我简单讲 你说你没有 你还有脾气 就是因为你没发心嘛 你还觉得你对嘛 所以众生错嘛 我要远离众生嘛 所以罗汉会保留习气啊 我就说你是女卑啊 不然怎样 因为我就习惯叫你女卑啊 是不是这样 啊 那个 我就过去习惯看一下美女 反正我也没有伤害你 我也不会唐爱你 你给我看一下是怎么 是这种想法啊 他还会比较讲贪爱 就是他有那个习惯啊 可是注意 如果你为了行菩萨道 你能这样吗 人家会怕你 人家会怨你 所以怎么办 连这个都不能有 所以他会磨掉习气 这叫做累劫行菩萨道 俱修犯六度万犯恨 我不失都不失了 我怎么可能还叫你叫女卑 让你觉得不舒服 让你觉得不舒服 他非得要改掉自己的习气不可 要利益众生 自己不能有习气啊 我常笑话跟人家讲 我说做方丈和尚的就是不能骂人 能骂人到下面去骂人 所以他都要做老好先生 是这样 当然不一定能做到这么好 但是意思就有点这种意思 你要人人好啊 人人好啊 不知法度 但其实也不一定 人间话就没办法讲那么极端 但是这是一个类比而已 不能把它看尽 有的方向还是 像我遇到长老 他还是会念人家的 好 那么就这个意思 所以说你要懂 他因为他利益众生 他这习气会静磨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说 就是他根气利 他才有办法面对这种挑战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是这样 那就是释迦佛的视线 是这个意思 成者故称三十二心断 三十四心断结成道 这个结还把习气算进去 来 我看看下面那个图 就在这里 讲了半天就在这里 这个图是在这里 是这个图 这个图就很精彩了 他在讲这个事 你看看 一地九品共八地九 八个地 总共七十二品私货 在这之前被你断尽 用的是有肉制 然后往下有肉制 在这里头是无所 就是所谓四空天当中的 一空二空三空天 第三空天 然后到顶天来的这个段时间 这里就是你看用了八人八字 开始在这里才能够用 所谓的无肉制运用 在这之前呢 在这之前 他用的是有肉制 hold住在这里 对不起喔 是凡夫喔 连出国都没有喔 他是凡夫喔 不是说进入出国 没有喔 到一直乃是一直到这里来 也是也是凡夫喔 喂 乃是到这里来 顶天了 还是凡夫喔 你不要弄错了 然后往下叫出国吗 No 没有了 直接登登 成长教佛 用的方法在这里 我刚刚不讲吗 酒无间 刚好把前面的酒地的无间道 把它修完 然后再加上一个 真正把它抹掉的酒 这个酒泄脱 把它完成 所以直接从什么 直接从 玉界顶 三界的顶 无色界的顶天 然后透过九无间 九 九泄脱 直接去成佛 那怎么样离开 这个非非响处的顶天呢 他用八忍八字 为什么这八 前面的八 前面不是八地吗 八个地 八个地 八个地吗 用这个 把它丢掉 把它用八忍八字破掉前面的疑惑 然后进入到 准备两 九 十八个心 九 无间 九泄脱 直接成佛果 所以他跟罗安不同 修法完全不同 这样听懂吗 那这个图呢 是在讲前面那个 那个话当中把它具体化 为什么我能具体化这样子 后面还有一些说法 我慢慢再来 我为了让你们先有个概念 先露出这个图给你看 这个图还有得讲 还有得讲 那这个图呢 古来 在网路上是没有的啦 这古来到底是在哪里 我是把它文字 整理成这个样子 所以你就很容易懂 很具体的很容易懂 所以我们看出来了 法华会上说的一点没错 干嘛 佛跟菩萨 阿罗汉修真的是不一样 再来 在罗汉的角度来看 他真的是今生成佛 他只是这样而已 是这样 他把它误认为是这样 所以他是能呼应的 法华会 法华经的说法跟 阿涵的说法是能呼应的 因为各自认知不同 就这样而已 所以有人说什么法华经是编出来的 你这怎么可能嘛 是不是这样子啊 你怎么在这么微信的地方 能够扣得住呢 能够不自己不打劫呢 哪有 那是密码耶 这是一个很深的密码 哪里是表面文字上面说一说 法华经上面很白 白当中有很深的道理 是这样 是这样 所以弟子们 他当时说的说 直老而富少 这我不能信 就是在讲这个事 你不是才刚成佛咩 他看到就这样 所以我就解释给你听 他真的看到释迦佛就顶多是这样 但他不知道这样子其实 不过这样子其实也不是阿罗汉修的 他也了解 他了不了解我不知道 他看到的成佛 内在里头的样态是这样 他的修的样态是这样 怎么说呢 这是大毗菩萨论里头提到的 我也没那么厉害 我自己会想出来 如果是我自己想出来 你们也会挑战我 这凭什么是你这样想 这是出自大毗菩萨论的文字 那么作为一个天台中的人 他特别看到这段话的重点 所以我要解释给大家听 这样了解吗 那不然就是在天台毗菩萨论里头 那么多字 我干嘛要讲这一段 这一段有关键性的意义 这样懂了 好 那么我们明天继续上课 来跟大家讲 这往下还有很多文字可以移入 明天不上课了 因为明天要准备那个了 明天我要去台北了 后天了 后天去台北 但是出家工作要准备了是不是 出家是什么时候 10号 然后要准备一些 还要彩排 对 那是10号 10号是出家 所以之前就要彩排 是吧 那是下个礼拜 他说明天 明天你说我要去台北是吧 所以应该是明天还可以上 明天还可以上 对啊 是明天还可以上 对了 就明天上完 接着我就要去台北 3号 明天是2号 3号去台北 4号在台北 传菩萨界 是这样 所以明天还可以上最后一次 对 再讲一遍 那个春季佛妻 现在网路上报名 听说快要满了 赶快 赶快报名 然后再来 有一个文创摆摊 那是配合地方 我们要参加 我们没有参加佛妻的大众 因为这刚好跨到我们的佛妻 在3月18号 那么那个周六中午 周六中午12点开始到晚上7点 在台北 台南市的北区长龙路 开源路口 那里自然 你到长龙路开源路口去那里 大喊一下 万佛寺的摊位在哪里 就会有人告诉你 是这样子 然后呢 这个 这是地方创生 那为什么我们做这个事情呢 我们是要让台南市政府感觉到说佛教有跟地方相结合 那觉得佛教很亲切 愿意呢 帮助佛教的同时也亲近佛教 也 也 那左下角 你的右下角 一定要记得 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然后一定要订阅 这四件事情别忘了 订阅尤其重要 赶快充上五万人 然后呢 这个 开启小铃铛才能够随时有因素送上去的时候 你马上会知道 第一时间读到他剪辑的内容 开启小铃铛 然后分享 那有缘的人 你的朋友 你不要说你的某一个朋友你分享过了 不是 你知道吗 你买某一样电视广告的东西 你会看到第一次广告你就买吗 不会啊 他就是广告一直塞给你 一直塞给你 最后你没办法 不会 常常是这样啊 广告都是看N次了 你最后就熟悉了 你就买了 一样道理 分享给你的朋友 你不要说你已经分享了 不是这意思 每次看就每次分享 每次看就每次分享 分享到最后他投降了 他就会按订阅 你懂意思吗 这第一种可能 第二种可能就是 你不知道他会哪一次触动他的心灵 不要说这一次 不要说下一次 你就每次都分享就对了 然后他就会触动他 第三 你不要认为说分享给他 他会生气 因为太多的广告都分享给他了 他还找不到人生气啊 对不对 你要找哪个广告主生气 那我为什么读读你分享给他 你怕他生气呢 如果他真的生气 他就会打电话来告诉你 他就会LINE给你说 你可以不要再传了吗 在这之前 你都可以一直传给他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有一天搞不好 他会感谢你 人家那个乱丢广告的都不怕被 被说讨厌了 你这个是把佛法传给他 为什么你要那么怕东怕西的呢 所以记得每一次都分享 当然你有个一定有个朋友跟你讲说 某某人我已经按赞 也已经订阅了 你可以不要再分享了 那你就说 谢谢你 好 那你就再把精力放到别人的身上 再继续分享 那么第四 第五最重要就是 你要多交一些朋友 你才有得分享啊 你永远就三个朋友 再这么分享就三个人 你是在 那个社交圈太小 你懂吗 是这样 你要为了佛法弘扬 要扩大你自己的社交圈 你没有同学吗 你没有小学同学吗 国中同学吗 高中同学吗 你没有牌友吗 你没有那个什么 表达达达的朋友吗 你没有那些讲是非的 或者买化妆品的那些朋友吗 所以相信我 佛法就在你这个用心 跟扩大当中 佛法可以往外宣传 是这样子 我知道有人努力在分享 但是为什么呢 那个增长量很慢 大概就是 愿意分享的 你没有扩大你的 你的朋友圈 你没有这样做 是这样 最后一个是 你分享完了 如果有人跟你说 你不要再分享了 千万不要跟人家吵架 你一定要说 好的 谢谢 我以后不会分享 懂吗 不能够说 你业障重啦 我分享这个很好 不要讲一种话 你讲完了就挂了 千万不要 人家说不喜欢你就收走 懂吗 要这样做 好以上 这样子拜托 大家多分享佛法 是这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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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